我们到底要听听张康老师怎么评价这兄弟俩的 来看一看 这两个人你可不知道嘴可甜了 什么捧臭脚拍完戏他们都会 我觉得他们俩最大的特点 这两个人比较正 他们俩人对朋友 他们俩人对事业 他们俩人对自己 他们俩人对家庭 我感觉到处处可以看出来那种爱心 他们从来是淡薄名利 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他们就去干 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与人为善 尊老尽幼 在这方面 我觉得真应该说是称得上是模范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文化艺术界打听打听 凡是认识他们的人 没有说他不好的 可能说他们不好的 他们根本都不认 这几个人也太高了 而且我发现师傅反复说的 其实都不是这个作品 而是说为人 为人 让大家交口称赞 这主要说的是哥哥吧 对 哥哥好了 弟弟就好了 谢谢好 谢谢 ov